每周四就是金山区六谷里关怀据点上课时间 而每个月会有一个周四共餐吃半桌 不过近来因应防疫领长将半桌吃饭改成发便当 而六谷里的便当可不简单 一样是由志工来掌厨 但是半桌有几样菜 便当菜就有几样 打造超丰盛的七菜便当 让长辈带回家吃得超满足 色色就是自己做的 对啊 自己做的比较有营养 这是在地的菜 对 这是在地的食菜 那有七个菜怎么这么多 因为现在刚好就有这个菜 所以给老人 给人家吃得饱 给人家吃得饱 还要有营养 疫情的关系嘛 现在已经很久 很久没有聚在一起 自从微解风以后 共餐活动是 首先要感谢这个主公妈妈 对于烧菜烧来 因为疫情关系 不要群聚嘛 包完便当的话 有个圆子上 圆子上是说家乡菜嘛 吃得饱饱饱饱饱 就是七菜 对 不只是上课共餐 六股里爱心满满 里长也趁着关怀据点 大家都聚在一起的时间 将沁元宫送爱给里内 弱势交货的白米等物资 颁发给需要的黎明 并且也现场感谢沁元宫的爱心 让六股里爱心满满 不然要感谢 因为我们别人处处有爱心 我们金山 金山庆元宫 中元幅度 拿一些爱心满 甚至个机会搬给大家 搬给热素族群这样 里长期盼 虽然是在疫情期间 防疫要优先 但是还是鼓励长辈防疫做好 也不忘外出动健康 在运动过后 也准备了超丰盛的七菜便当 帮长辈补充营养 让长辈外出活动返家 不需要为餐食而烦恼 进而也达到在地健康乐活的目标 记得品函 金山采访报导